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夏天的一则消息却震惊了大众 有位老人在沙漠中不仅规模化地养出了鱼 而且还继续发展 推动了当地沙漠化的治理 那么这位养鱼致杀能手 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一状举的呢 本期影片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荒漠戈壁 一睹这沙漠养鱼梦的风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在谈沙漠养鱼之前 小编觉得还是有必要先带大家充分认识一下 中国的沙漠情况 明白沙漠养鱼的困难程度 中国八大著名沙漠之一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坏于麒麟山脉西北部 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人类生命的禁区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 也是世界上流动性第二大的沙漠 四面被高山环绕 在那里每年的平均降水量不足100毫米 甚至有些年份只有低至几毫米 但是平均蒸发量却高到两三千毫米 沙漠里寥寥无几的植被 只能靠扎根地下数百米的庞大根系维持生命 就连沙籍这种沙漠植物都难以生存 更别说沙漠养鱼了 其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却有人在这样的环境 却实现了沙漠养鱼的壮举 这位沙漠养鱼的能熟 就是来自甘肃省永登县的河岩中 河岩中的家乡永登县 有一口药王泉 泉水清澈甘甜 富含多种矿物质 该泉水的来源是齐连山脉的冰川冷水 冰川冷水不适合养肠健的四大家鱼 但是却能够养殖经济效益更高 对水质要求更严格的红尊鱼 红尊鱼的燃养价值非常高 不仅肉质坚实 味道鲜美 而且骨刺比较少 被人们誉为水中人参 永登县已经有近百年的养殖历史 因此永登县也被称为红尊鱼之乡 河岩中作为县里的养殖大户 他养殖的红尊鱼 占到了整个甘肃省的70% 年收入近千万 在2000年时 他所积累的财富就已经达到了上亿元 真正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养鱼大户 在积累了上亿财富后 河岩中并没有安于现状 反而是更加拓宽自己的养殖思路 他考虑到要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 仅仅依靠药王泉的泉水 显然是不够的 他联想到江河万里必有其原的道理 想到了泉水既然是来自齐连山的冰川冷水 那么就完全有可能沿着齐连山脉的水流 打造一条冷水养殖产业 想到这里他豁然开朗 马上就付诸于行动 马不停蹄的来到了齐连山脉的最西端 东皇室阳关镇 开始了他沙漠养鱼的拓荒之路 到达阳关镇以后 又入河岩中眼帘的 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黄沙 这里没有水没有电 甚至连路都没有 这一切恶劣的条件并没有击退河岩中 他选择了扎根下来 开启了自己的沙漠养鱼梦想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他出资两亿元 承包了三千亩的林地 又将一千二百亩的沙漠 改造成了红尊鱼养殖基地 河岩中在初步建立起 红尊鱼养殖基地后 养殖过程却遭遇了各种坎坷和挫折 先是水的问题 说是红尊鱼养殖场 但是养殖场的水 全部来自外地搬运 当地没有任何水源 就连最普通的家鱼 都无法养殖成功 更何况对于水质要求极高的红尊鱼 按照河岩中的预想 阳关镇作为齐连山山脉流水的起点 绝对不会一直干旱缺水 然而2001年的降水 却让河岩中差点破产 那一年气温升高 编川溶水水量加大 加之降雨增多 这样的气候条件 使得阳关镇突发洪水 洪水裹挟着泥沙 将河岩中的红尊鱼养殖基地全部冲毁 好不容易养殖起来的60万鲑鱼苗 也付诸东流 在灾难过后 河岩中没有放弃 马上投入到重建过程中 重建过程进行了一半时 一场百年难遇的沙尘暴 又将重建全部摧毁 就在养殖的第一年 河岩中就损失了八千余万元 在2004年 一场50年一遇的洪水 冲垮了养殖园内的大部分 沿水渠等工程设施 2005年 阳关镇又大大小小的 经历了大小18次洪水 沿水渠毁了又溅 溅了又毁 辛辛苦苦培育的鱼苗 也多次被毁坏 短短几年时间 河岩中遭受的损失 超过了两亿元 更有80多名员工 离开了河岩中的 尊鱼养殖基地 离开了敦煌这个伤心地 但这一切都没有击败他 每次遭遇挫折后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重建自己的养殖基地 从连年的灾难里 河岩中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阳关镇上千年的穷困落后 和这些灾害脱不了关系 要想在这里发酵致富 谈何容易 不过在他看来 洪水虽然是自然灾害 但是大沙漠中的洪水 却是难得的资源 只要利用好 不仅能用来养鱼 还能使干涸了几千年的大沙漠 焕发升级 明白了这一点后 河岩中确定了 要养鱼先制杀的基本方针 后来从著名的 杜江燕水利工程中 获得启发的何岩中认为 修建沙漠杜江燕是可行的 于是 此后几年时间 他带着一伙工人 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将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 压缩到最短 一秒也不耽误 把全部的身心 都放在了制沙上 2007年初 何岩中的这项 沙漠中的水库 终于初步建造完成 成功地分红蓄水 净化水质 为养鱼提供了优质的水源 然而 2011年6月的一场洪水 再次让何岩中备受打击 据他自己回忆说 阳关镇发生了百年不遇的 特大洪水和泥石流 漫天遍野的洪水 就像猛兽一样 把科技员埋掉了两三米深 将近一千万围肿鱼 被黄沙吞噬 直接损失1.6亿元 这对企业来说 是毁灭性的打击 何岩中站在堤坝上 静静看着洪水 40分钟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距离自己投身阳关镇 已经过去整整10年时间 在这10年里 他付出了上亿资产 投入了无数精力 甚至因为酷热干旱 曾经4次晕死过去 最长一次昏迷 长达21个小时 这一切付出真的值得吗 这一次就连何岩中 都有点想放弃了 然而当得知 下游的村庄几乎没有受灾时 他瞬间感觉到 自己10年付出的意义所在 于是他好像又满血复活了一般 立刻开始筹集资金 打算重建水库 有了以往建设的经验 这次的建造时间 比第一次短了很多 只用了4年时间 何岩中不仅将原本用来 制杀防洪的水库建好了 还多建设了一个 集鱼业养殖 葡萄种植 观光旅游 与一体的沙漠生态旅游产业园 何岩中的梦想实现了 这得益于沙漠都江燕 和沙漠长城的建设成功 这也正是实现沙漠养鱼的方法 要在沙漠中实现养鱼 首先需要建立养鱼基地 并且保证基地不被自然灾害破坏 其次要有适合养鱼的干净水源 而阳关镇这个地方 频发杀害和水害 要实现沙漠中养鱼 一要挡住沙尘暴 二要挡住洪水 为了挡住洪水 同时利用好洪水资源 何岩中和他的团队 在敦煌阳关地区 库姆塔格沙漠的边缘 修建了青红分离河道21公里 13条多极疏流分红河道120公里 防护堤坝60多公里 移动沙丘石山500多座 拉运沙石料1亿多立方米 将上游山区1500平方公里 107条河道汇聚的洪水泥石流 进行层层调蓄 多起分流 渗氯进化可变为可利用的再生水 核心治理区总面积达134平方公里 保护摄影区面积达998平方公里 为保护阳关守望敦煌 筑起了一道生态屏障 该工程被国际生态专家称为 保护敦煌 守卫阳关等沙漠渡江雁 此外 为了挡住沙尘暴 河岩中还修建了21公里的防风固沙工程 通过设置沙障 阻止沙漠的推进 一百多条沙障绵延不绝 就像长城一样 守护着阳关镇 这个以沙制沙工程 有效阻击了沙丘推进 形成了保护敦煌阳关的第二道屏障 沙漠长城 通过沙漠长城和沙漠渡江雁 河岩中克服了阳关镇的两大灾害 洪水和沙尘暴 最后不仅实现了在沙漠里养红尊鱼的想法 还在科技园里种起了葡萄 形成特色农业的洪水资源 高效利用模式 打造出了价值数十亿的沙漠渔业养殖源 连续千年的荒漠灾害 一直困扰着敦煌和阳关 然而 河岩中用自己十多年的付出 改变了这一切 尽管这十年来没有赚过钱 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能把洪水执着 能让沙漠退后 这就是价值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制作的影片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